兩件雪白的婚紗 擺放在二樓櫥窗內 花朵皺褶折底下 接著剔透寶石 不管是平肩禮服 或是覆蓋到肩膀的婚紗 都非常漂亮 但這家婚紗店卻爆出糾紛 勾休 拉下鐵門 我是捨不得我兒子 那麼... 他已經重病了 賺了錢你還要給我拿去 他說這個事情 就由我們來處理這個事情 原本計畫要結婚的 準新郎後來因為肝癌過世 南方的父母想要回訂金 勸鬧得沸沸揚揚 就是這張契約 第65條標明訂金不能退還 應該要退還 婚也辦不成人死掉了 錢拿那個也沒有什麼意思 民眾認為是準新郎過世 又不是看上別家婚紗 為什麼不退訂金 我已經進行服務了 你給他西埔公司那邊 我...你量算了我不用給錢 這個契約處有法理效應 原來南方跟女友簽約時 先付訂金兩千元 後來在事宜結束之後 補上了八千元 總共付了一萬元訂金 業者才會以以金服務 且付錢給廠商為理由 拒絕退訂 但在消費者一回寒中 明定女方在南方過世之後 還能繼續使用這份契約 才會再度引爆爭議 來消保官這邊 他也不跟我們聯絡 也不出面 還是建議說 商家這邊能夠釋出一個善意 跟申訴人這邊 做一個理性溝通 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雖然契約標明不能退還訂金 消保官仍建議 雙方各退一步 才有可能達成共識 解決問題 記者劉志展曹衛生 桃園報道